看到警察找上門 男子絲毫不意外 他對外自稱是內政部主任秘書 結果被本尊抓包 警方在他家中搜出 偽造的行政院人事派令 更發現多核不同職稱的名片 才知道李姓男子 不僅冒名自稱內政部主祕 還曾冒用臺大醫院急診科 和骨科醫師 立法院院長副主任 哈佛大學助理研究員等名義 以此混進名流圈 為了讓假身份看起來更真實 理性嫌犯還自訂花籃 引造有人送的假象 花籃署名從警政署到國安局 通通有全都是他自導自演 臺書上相當活躍 陳漢不守警戒高層合影 三十二歲的李姓男子 看似游走政商警戒高層 實際上不僅無業 每個月一萬五千元的房租 也全仰賴家裡支出 警方追查發現嫌犯前科多 也曾冒名蘋果公司人事主管 面試女職員被以偽造文書起訴 疑似想擠進政商民流圈 以此追求女性 如今冒名之稱還升到公部門 就怕有人因此受騙 警方也將持續清查 三新聞正常人徐趙伟 徐昌雲 台北倉報道